由始至终,有看我做节目的朋友都应该知道, 我不是支持林郑,但我会觉得林郑年机会大, 因为全香港都知道,只有一个人最想做, 跟林郑争,就是梁振英,我们看几个东西, 第一样,如果有第二个人要跟林郑去割足的话, 应该去年年底起码十二月的时候要抱头, 圣诞前后要出来,因为二月二十六号就开始报名, 到现在未有风声?不是吧,大佬你这么怡气, 你入闸去开跑,你都在沙圈两下上跑两下, 像彪叔以前讲马话,看马屁股有没有白人, 有无阿难事,提下有无鸽一鸽一鸽, 马精不精神都要是吧,那些人才落到猪的, 现在你连沙圈都未有,一夜出闸口, 现在大家那只是牛,那只是马都不知, 口哩哩哩哩哩哩,一出闸口就带出来, 为何有只牛?不是这样是吧, 我觉得中国未至于那么仪欺, 在处理这件事的立场上,所以第一个, 我认为林庄的机会是大,这是第一个, 第二个,当全香港人接受在这个苦年, 不出街不做跨家庭做,哎呀搞那么多, 创新名字把春吗?大哥你说不要去拜年就行了, 新年当然去拜年了, 难道新年去做什么,禁钟仔?傻的都真是, 我觉得我们香港人今年不能去拜年又不开心, 真是苦过弟弟,我们苦中作乐, 这个苦年真是不开心,大家开始的时候, 又不让他市花行,行花市,不好意思,行花市, 即是大家什么娱乐都无了,打麻将又不得, 好了,大家有无留意一个人, 原来梁振英,我们国家领导人, 正义副主席,那几天上了北京, 做什么?看春晚,大哥,春晚这么紧要去现场看, 一定是重要嘉宾,习近平没有资格,没有份看, 他有份看,这个多重要,上北京当然有所图, 那当然是招机会,你让我进集, 我求你让我进集, 让我和林太做一场公平的竞争, 我们可不可以见到这样, 可能六八九当时的样子, 你给我吧,你给我个机会,我试一下, 上次几年前我口不分, 是我的衰女, 大家说真一句, 是你逼我不让我连任, 你叫我强行说我女儿不听我话, 要我照顾家庭不让我连任, 林郑做得好事, 你给个机会我, 是否一定这样拖, 但肯定得出来的答案是什么呢, 老习一看,不真, 肯定是这样的,习大, 因为见到你来都是广告记忆, 有没有新的,有没有新的, 不真,再说, 老习可能是这样的, 这个人不停扭扭扭扭扭, 但有没有奇怪一件事, 扭来扭去, 由春晚前后到现在, 新精十了, 就快新十五了, 他那个什么猛猪眼, 即是那个大明星, 他那个叫什么, 张志光, 为何叫大明星, 我解释过, 这个人如果我还在电视台做, 一定签去, 这个是很难找的人财, 这个人的人样, 真好, 一会再解释, 第二个屈泳妍, 真是他这些文丑, 一个颜良一个文丑, 即是上口颜良, 上口几好看的叫张志光, 那些文章写到鬼那么马鹿, 歪你背出去, 这个叫文丑, 现在又有新东西, 香港颜良, 香港文丑, 颜良文丑两个, 竟然无动静, 大佬你看看, 过去那几个月, 包括荣春的什么, 闪国林都出来, 两个就被人啪, 出什么声, 闪国林出来, 摆明梁盈, 等不住, 把闪国林这个傻子出来, 我要做特首, 看他那份什么, 闪国林的名单, 比舒特拉那份, 大佬屈永远做政务司长, 何君尧做劣政司长, 大佬几个人, 大家看到笑哈哈, 这些少女, 所有人都看到是六八九搞的, 好了, 闪国林出来, 一个星期都不够, 啪, 鸣春一只, 出什么声, 臭仔, 何时到你做事, 谁给你出来选特首, 肯定是这样, 一定被人教训, 这些我一早判死, 这个哪是真, 一定是六八九一推出来, 如果北京能让闪国林入习, 为何不让我六八九入习, 如果北京一斗爆, 像这样掩闪国林, 六八九一说, 我都叫他不要, 这个人肯定不听, 只懂功夫, 跟我无关这件事, 永远A字博, 四个大字, 关人人事, 射了锅, 是这些闪国林那麽蠢,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, 我觉得综合这两件事, 整个事件事, 事坦就发先看, 我始终觉得, 林郑那机会是真大, 所以才这么好想说, 特首不用延迟, 人数人不多, 签人, 转换转是我, 我都会这样说, 因为为何, 坐定粒绿, 定过台炸弹, 因为可能已经收到电话, 林郑月娥, 没事没事, 算你就可以了, 一定是这样的, 这个香港特首选区是一人一票选出来, 是习近平那一人一票, 搞清楚, 一个人说事, 全香港人好像刚刚过身的阿龙, 在白面包青天那句话, 你决定可以了, 大人, 我们跟头跟尾, 现在连我们跟头跟尾的资格都无, 你说事就行, 不用说那么多, 关于林郑在防疫期间, 开除了徐英伟, 放生他几个高官这件事, 摆明被人感觉有大细超, 他现在摆明很囂张, 第三件我刚才讲漏了, 他随英伟事件是指标来的, 他斩得随英伟, 放生他的官, 即是摆明他这个官威, 他的权柄在这里, 差不多这件事是铁定他可以连任的, 接下来他连任, 他得罪了很多建制派, 但你不要忘记一件事, 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, 香港所谓建制派现在面临最大的敌人, 不是林郑, 而是那些新香港人, 你看到田主任这样吹的风下来, 说明这些忠诚废物, 现在田主任阻骂忠诚废物, 右边开工尸几个AO党, 后面一定有人指示, 未来香港管治, 这两班人都要靠哪站, 哪些人坐下来, 新香港人, 即是由北方下来, 北方下来那些人去管香港, 这两个人唯有为命是从苦, 马手是接, 只有这样, 所以你前面说到, 那林郑跟建制派的关係会否怎样, 林郑亦很聪明, 看通了这点, 销吃你便吃你, 吃滑你现在, 世意明显看多一件事, 那些左仔, 香港这班传统港共, 开始失势, 开始失势, 她还不穿钉鞋, 一又踩下来, 喂, 长倒众人推, 破股万人随, 这是千古不移之礼, 这林郑月娥的, 落落大风的个性, 那么欢迎大道的个性, 我相信她在这段期间, 你会看到的, 你明显看到那件事, 在这个竞逐期间, 梁振英是很想很想很渴望去做, 但你无留一件事, 她永远口无出恶言, 她从来未试过对林太口出恶言, 为何, 是她提拔林太, 她当然知道林太的心胸有几阔, 方丈分人是怎样, 她一清二楚, 所以乱头捉是阿屈永远, 文丑颜良两个, 阿屈文丑和张颜良, 这两个人一无一顶, 有些什么事, 梁振英一如, 就像刚才小学哥所说的, 我叫了你两个人, 不要这样, 林太, 这件事真的不关我事, 这两个人, 不要给我面子, 你想怎样对他, 随便他, 抄家也好, 灭族也好, 拉他, 连古塔也好, 与我无关, 我高高赞成你做这个特首, 梁振英也会玩政治, 好事, 所以在政治立场上永远, 我们的人喜欢历史, 看得多这些历史故事, 学会四个字, 不要跟障太帖, 跟障太帖很容易撞炒车, 炒车的气袋淡不切, 硬伤你的肋骨很痛, 所以你说会否去报复, 我相信林太的宽盟大量, 空襟大道有自己打算的,